準備就緒 最後入閘 魔法號情 全部馬不準備 抬擋第八場本地一級賽 1600米香港經典一利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有這隻號藍 買便位置就是這隻聰明才智 再見到涉萊蘭快無極 在外面位置還有一隻準備就緒 藍衣 灰馬大印銀子 在外面跟得很前 很著意去前面 中間另一隻灰馬 帶了黑色眼罩17元的和信 超影響二搭頂著大印銀子 再向內蘭 大約在第六七位 就是這隻魔法號情 後面的馬 旗滑向尾四 尾三美麗大師 電後一隊 細必跑 和喜連歡聲 過一千米斷柱 前面帶頭的馬 有內蘭快無極 外面準備就緒 再在後面的馬 內蘭位置就是這隻魔法號情 中間黃帽就是這匹聰明才智 再在外面的藍帽就是浩藍 後面外面灰馬 生威來的就是這隻大印銀子 中間和信超影 黑色眼罩灰馬 內蘭奇惑 外面尾三美麗大師 後面兩隻有細必跑 和拖得很順 那隻喜連歡聲 包尾內蘭位置 好 進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就是準備就緒 外面浩藍上來 外面大印銀子 走掉 你先看看能否走到 再在外面位置 還有美麗大師都在追 馬林中間尹威 還有和信超影 在裡面上來魔法號情 鬥到最後200米 美麗大師在外面 一湧就已經追上來 再在裡面位置有和信超影 中間位置就是灰馬友 這隻就是大印銀子 最後八多米 美麗大師拋離對手贏了 第二名就是和信超影 第三名就是大印銀子 至於第四名就是這隻魔法號情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美麗大師 基本上都是跟著外踏走 大印銀子走 他跟著走 但是趕到爆 這隻美麗大師一爆 就已經把其他對手爆掉了 和信超影 是不是第二的機會 會高過大印銀子 要拍照 結果就不是一對灰馬 美麗大師 這場回來 有10個開 第二就是一對灰馬 和信超影第二 大印銀子第三 第四就是魔法號情 最正路的幾隻 就是賽職上最多根據的四隻 扭歪了的連贏位 一搭三有10倍 就是有10倍的 這麽數能順利 還有10倍的 才不停有10倍的 這麽數能順利 前面走我們才見到聰明彩者騎著 然後開面我們見到俠嵐想賣來 不過中間有隻準備就緒 白帽子頂住它裡面貼爛 還有一隻快無極扭臨著 看回一對的灰馬和順超越進去二搭 然後大印銀子寧願走三搭 在他們裡面紅帽有金色波波的 它就是魔法浩程 然後美麗大師咬著大印銀子 都不會再想進不進去 然後貼爛就是旗滑 尾椅就是勢必跑 包含了一隻喜廉歡聲 那隻俠嵐就一直被準備就算放在外面 大家都很小心去拿位 不會說怎樣跟你有什麼特別 不過現在美麗大師好像 最開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走山位有這樣的遮擋 這些賣如果沒有遮擋是差很遠的 但是進到直路 和順超應怎樣拿位的先 出去了沒得出 然後又進回去這樣 那這個位都是開野 因為聰明才智 不是很多的 其他的走勢都是一般的 都還沒拿邊編出來 已經走過你 你用了一隻美麗大師 追上一點就要起連歡聲 都是一點而已 他和射筆跑就差不多位了 分段時間頭兩段是快的 24秒4 1 22秒74 接著那段按晚上23秒53 不斷13秒27 總時間1分33秒95是標準時間 的